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卓成 那我今天呢,要给大家做一道菜 大菜的试试吗?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咸蛋黄鸡翅 首先第一步呢,要把准备好的鸡翅 像这样两边 更黄两道 为了更好的部分 把好的放到这个小鸡里面 然后切好的鸡翅 准备好的鸡翅 把鸡翅倒入料理 然后把鸡翅 还有一些填胶 然后还要放 盐 还有鸡 盐测时间呢,是二十分钟 好,我们现在等二十分钟了 好,二十分钟到,我们现在把腌制好的鸡翅 准备炒一下锅 先把什么样的油倒入锅中 然后呢 刻到鸡翅 均匀刻到锅里面 好 好,我们打好之后 然后 开鸡翅 然后,三个过程中 把鸡翅盖开上 二十三分钟就可以 好,三个过程中呢 按着这个鸡翅 我们也还会这样过 好,三个钟吧 好,三个钟到 我们准备 打开饭 再把鸡翅盖放进去 再把鸡翅盖放进去 像这样的鸡翅盖 把鸡翅盖放进去 先大概五分钟 好 好,我们用到了 现在鸡翅盖已经煎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把鸡翅盖放到盘子里 大家主要煎的话 一定要去煎 像这样煎至两面青黄 就会出锅 然后还有一点 提醒大家的是 放油不要放太多 因为其实本身呢 就已经有鸡翅盖的用了 好 好,接下来 我们要把 准备好的鸡翅盖黄酱 倒入沟通翻炒 大家如果家里有鸡翅盖黄的话 也可以用鸡翅盖黄 翻炒一下 翻炒一下 像这样翻炒均匀 翻炒成这样之后 我们倒入鸡翅 翻炒一下 让鸡翅盖黄鸡翅盖 收入鸡翅盖黄鸡翅盖 收入鸡翅盖黄鸡翅盖 鸡翅盖黄鸡翅盖 就做好了 那翻炒不上 好,大家学会了吗 ok,那我就吃了 拜拜